这个菜多的让我有点瞅目 哎呀这红烧肉 我爱吃这个 我可喜欢吃珍珠鞋了 好吃 没吃够啊 到沈阳了怎么能不吃自助盒饭呢 沈阳的自助盒饭太多了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比较有名的 两人三十 这个结构还是很合理的嘛 在中间然后两边吃 给你们感受一下 这个是从里到外 尝尝的一段取餐区 这个菜多的让我有点瞅目 我先从这边给你们报菜名啊 西湖式鸡蛋 紫菜蛋花汤 红烧肉 炖脊骨 土豆炖豆角 糖醋肉段 炖豆腐 木耳炒心猫咕咕 这还有烤鱼 哦 我想吃了中途血 居然现在自助盒饭吃到了 炒菜花 肉丸子 鸡蛋羹 这个炒肉片 葱 炒肉丝 烧茄子 这溜肉段 这叫干对付 豆泡炒馍 鸡葫芦炒鸡蛋 两种粥 那是大茬粥 这应该是一米粥吧 这是青椒鸡蛋焖子 这是土豆拌茄子 这是大拌菜 这是拌鸡酱 炸麻团春卷 那个是腌辣椒 炒香肠 炸带鱼 炸鸡蛋 炸鸡蛋 拌豆皮 咸鸭蛋 炒鸡肚 炒猪肝 土豆丝 拌茄子 蘸姜菜 念个菜别给我自己念了还挺累 这边还有主食 饺子炒饼 玉米红薯 还有一个巨大锅的酸菜锅 酸菜白肉 我要拿了哦 糖醋肉段 我爱吃这个 烧茄子 土豆拌茄子 对不起 我就是这么爱吃茄子 这个是拌鸡肚 是个凉菜 简单来口 我可喜欢吃蒸鸡鸡了 真的可喜欢吃了 哎呀这红烧肉 又补菜了 哇 赶上热乎的肉段了 我也甭管乱不乱了 就这么地吧 我的第一份 然后还有一些配菜 有碗可以自己盛啊 小刘的 真素 来来来来 开动了开动了 热乎的肉段先来一口 我把四楼给打到吧 嗯 当初锅还保留了一点脆感 还没到囊骨肉段的阶段 不会样的这一热的 我来口肉 脆的脆的 然后这个锅包肉是番茄的 白醋跟番茄酱是不是要开战了 这凉了肯定没有那热乎的脆 然后把这吃完再去盛心了 土豆拌茄子 葱色烙椰子 嗯 黄豆酱拌土豆茄子 你一加点葱 这菜我会做 对决我会 拿个鸡蛋糕 它是不是淋豆油了 不是黄 可好看的 好浓 这一股豆油味 刚才有蒸猪血 我可喜欢吃这个 本来鸡子上店里吃 结果第一顿猪血 竟然是在盒饭吃 好吃 这已经提起熬窝味有咸淡味了 中午人很多 一直在补菜 这也太丰盛了 烧茄子用的是 绿茄子 特别烂乎那种茄子 这感觉对我那锅好吃 我拿了一块巨大的锅泡肉 还是现出锅好吃 烧起来都跟肉段 大米饭 极香一 鸡肚也挺好吃 感觉像辣炒鸡馅的那种做法 看看不这么心疼 眼观料露 二听八方 看你伤心赶紧去炒 先出锅的会更香 人间快乐 我这次来沈阳最期待的就是反反反早食 我吃了比我脸都干净 这位同学 你今天没少吃啊 这已经不是略伤皮毛了 这就剩点皮毛 拿了个炒面 还有饺子 原本菜鸡蛋炒的 粗的手感面 蒜的饺子 蒜不上特别的皮薄 馅大 但是皮也薄 馅也不小 那块红烧啊 红烧肉吃了点咸 不好意思 我盛那几个都还行 我盛那几个都不算咸 不过我属于口比较重的那种啊 就你们还是看个人口味 酌情成 你吃了吗 观光盘 一直在等它补新的 还是没有新的了 炒个脚袋吃两口 没吃够啊 人越来越多了 我把这碗吃完咱们就走了啊 这个猪血真的还是一个比较嫩的状态 它吃起来比较省事儿 是因为我可以直接用勺 走会儿 多干净 给大家糖地儿了 拜拜 下期见